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 台湾在战斗型无人机研发方面的创新能力令人瞩目 而我们的故事要从一架名为Revolver 860的无人机说起 它不仅仅是一架无人机 更是一名空中的微型现代化战士 这款由台湾Jones Sweden公司降薪打造的无人机 已然成为乌克兰战场上的一颗璀璨明星 Transmission这家无人机公司于2010年在基隆市成立 他们不仅专注于无人机的研发 还成功开发出无人机反制系统 尽管在传出该公司向乌克兰出售了上千架投弹无人机后 公司保持了低调 仅向媒体表示国际形势多变 不便透露更多信息 但有消息透露 波兰的采购商对该公司的产品青睐有加 且采购数量在逐月攀升Revolver 860 这个名字仿佛是从西部牛仔电影中走出来的散发着独特的韵味 它不仅仅是一个名字 更象征着无与伦比的力量与精准度 每一次转动都预示着新的力量的释放 如同左轮手枪般精准而有力 尽管Transvision公司一直保持着神秘和低调 但其产品在国际舞台上却大放异彩 据波兰媒体报道 该公司已向波兰出售了数百架Revolver 860无人机 而这些现代化的战斗机器被波兰慷慨地捐赠给了乌克兰 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这款无人机的需求急剧攀升 不仅是数量上的增加 连从波兰下单的公司数量也在稳步增长 然而Revolver 860的魅力远不止于此 这款无人机采用四轴双拳翼设计 配备八组叶片 使其在空中的机动性和稳定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其独特的轮毂式投弹武器舱 更是能够容纳多达8颗60毫米迫击炮弹 每旋转一次 就如同左轮手枪般准确无误地释放出一枚迫击炮弹 对敌方地面部队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重达42公斤 直径1 35米的Revolver 860 无疑是一款大型悬翼无人机 它在空中的续航时间长达20至40分钟 最大飞行距离更是高达20公里 这对于同类无人机而言 无疑是一次革命性的飞跃 当其他无人机还在执行单一任务时 Revolver 860却能连续投掷炮弹 对敌方造成持续而猛烈的打击 特别是对于俄军来说 这款无人机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它们或许已经习惯了头顶偶尔的无人机威胁 但Revolver 860的连续弹药投放 却让它们难以找到喘息之机 这款无人机不仅在物理上给予敌人重创 更在心理上对它们形成了巨大的压迫感 台湾这款无人机的亮相 无疑是一场技术与战略思维的双重盛宴 在高科技主导的新时代战争中 Revolver 860无人机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照亮了台湾在无人机领域的辉煌成就 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非凡影响力和技术实力 对于乌克兰而言 这些来自远方的空中战士 如同战场上的神兵天将 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支援 然而我们谈论Revolver 860时 所探讨的原物质是一款高科技产品那么简单 它更像是一种革命性的战争艺术的体现 展进了一种全新的战术思维 这款无人机的独特之处 在于其强大的改装能力 使其能够轻松适应各种复杂的战场环境 它不仅是一架无人机 更是一个多功能飞行武器平台 经过精心改装后 竟能携带高达120毫米的迫击炮弹 赢得了飞行迫击炮的美誉 想象一下 如果Revolver 860真的如制造商所言 能够携带这种大口径的迫击炮弹 那么它所释放出的破坏力将是惊人的 这样的火力 不仅让普通的民用多悬翼无人机相形建筑 甚至许多小型军用无人机 也无法与之匹敌 120毫米迫击炮弹的威力是巨大的 一旦命中坦克等目标 即便没有专用的破甲弹头 也足以对其造成致命打击 尽管实际战斗中 Revolver 860 可能无法同时携带多枚这样的大口径炮弹 但即使只投掷一两枚 其对敌方造成的破坏 也将是毁灭性的 此外 即使没有这种大口径炮弹 这款无人机在乌克兰战场上 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多款北约自动榴弹发射器的援助到位 乌军获得了M430系列40毫米杀伤破甲双用榴弹 通过为这些榴弹安装3D打印的尾翼 和修改隐性保险 乌军飞手们成功将其转化为 无人机的新型弹药 相比之前大量使用的 VJ17系列30毫米榴弹 M430系列的威力更强 具备破甲能力 足以击穿厚达76毫米的装甲 这意味着使用台湾的Revover 860无人机 投掷M430系列榴弹时 乌军可以直接攻击俄军的各类装甲目标 从而在战术上 获得更大的灵活性和打击能力 总的来说 台湾的Revover 860无人机 不仅是技术的象征 更是战术革新的代表 它的出现改变了战场的规则 证明了创新和适应性 在现代战争中至关重要 在这场全球战争剧本重新编写的过程中 无人机等高科技武器 正逐渐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而Revover 860无人机的出色表现 无意味台湾在国际舞台上 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和赞誉 曾经在网络上流传的一段视频 震撼地展示了乌克兰军队使用的 M430系列40毫米榴弹 竟然能够摧毁俄罗斯坦克的惊人一幕 这一景象颠覆了传统战争中的常规认知 一种原本被视作对付轻装甲目标的弹药 竟能突破坦克的坚固铁甲 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重大突破 更是对俄军装甲防护漏洞的尖锐揭露 理论上 若俄军坦克炮塔顶部装备了有效的反应装甲 理应能够抵御这种仅具备76毫米穿透力的弹药 但现实却给予了残酷的回应 这一幕注定将载入战争史册 成为新的教学案例 然而 无人机的价值远不止于此 在现代战争中 它们的出现彻底颠覆了空中侦察的传统格局 过去 空中侦察能力几乎是大国的专属 台湾难以涉足这一领域 但如今 即便是民用无人机 也能化身为战场上的天眼 这种技术的普及化和民主化 使得空中侦察不再是少数强国的特权 从叙利亚的硝烟弥漫到乌克兰的风火连天 无人机的身影无处不在 即便是经济捉襟见肘的叙利亚政府军 也通过购买和仿制民用无人机 构建起了自己的空中侦察与打击网络 这些飞行器不仅用于战场侦察 还携带轻量级爆炸物实施打击 然而 这种广泛的应用也引发了新的问题 例如DJI等公司不得不将叙利亚列为禁飞区 以防止无人机被恐怖分子利用进行攻击 这种廉价而高效的战争工具的崛起 彰显了迷用标准 制造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巨大潜力 尽管它们可能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中表现受限 但在多数现代战争中 这并非主要挑战 以数量取胜的策略 使得这些低成本的无人机 成为了一种宝贵的战争资源 市面上最普通的DJI无人机 仅需700美元便能轻松购得 想象一下 以如此低廉的成本 便能迅速组建起一支庞大的无人机舰队 这在局部战争和代理人冲突中 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 台湾在援助乌克兰方面 展现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 前不久 俄罗斯媒体发布的一张图片 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在乌克兰库尔恰托夫市 被击落的乌克兰无人机残骸中 竟然隐藏着一枚 来自遥远台湾的微型涡轮吞射引擎 这一发现 犹如一枚重磅炸弹 在国际政治和军事舞台上 激起了巨大波澜 让人们对台湾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创新 举措刮目相看 经过详尽的情报分析 这款引擎被确认为东高新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G系列中的一员 名为Turbine KR10 这款小型机械巨人虽然体积不大 却是专位装配在遥控飞机和自制无人机上 而设计的精密装置 其售价高达8万台币 更显其珍贵价值 我们深入剖析了Turbines KR10引擎的精巧构造和卓越性能 尽管它的体积小巧 直径仅为1126毫米 长度286毫米 重量轻盈至约16公斤 但其内在潜力却令人叹为观止 这台引擎的最高转速可达到每分钟33000至12万转 而最大推力更是高达21公斤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 它具备出色的燃料适应性 无论是柴油 航空燃油还是美油 均能轻松驾驭 展现出卓越的适应性和多功能性 东高新公司凭借其卓越的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 在涡轮发动机领域打造了丰富多样的产品线 涵盖了K70G K85G K100G 和K120G等多个型号 共计超过20种选择 每一款型号都独具特色 充分展现了东高新公司在该领域的深厚积累和精湛技艺 而在俄乌战场的严峻考验下 Turbines KR10这款小巨人更是大方异彩 其速度 航程和威力均超越了美国的自杀无人机弹簧刀 充分展现了小身材大能量的惊人潜力 台湾科学研究院在军用无人机的研发上同样不易于力 他们不仅致力于技术突破 更将成熟技术与产业相结合 构建起了一条独特的无人机产业链 从红雀二行 瑞源一行到陆军战术进程无人机 再到反辐射攻击无人机 台湾科学研究院的每一步都走得稳健而坚定 同时腾云大型无人机 瑞源二行和红雀三行等项目的研发工作也在稳步推进 这些努力旨在提高台湾的军事防卫能力 并为应对未来挑战做好充分准备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 每一次技术的进步和应用 都可能成为改变游戏规则的关键 台湾的这些军事技术发展 无疑为全球军事平衡和战略布局增添了新的篇章 乌克兰国防部长阿里克谢·列兹尼科夫曾预言 无人机是现代战争的未来 而台湾的这些努力 似乎正在为这一预言突救道理 据美国军事媒体最近的一份报告揭示 台湾正通过扩展两项防御计划 无人机队和无人机防御队 积极发展无人机风群技术 加速军用无人机和相应对策的发展与生产 这两项计划分别专注于进攻和防御 展示了台湾在军事技术领域的 全面布局和大胆尝试 然而台湾并未止步于此 据报道 台湾最快将在今年年底开始部署 被称为软杀反制措施的先进防御技术 包括传输信号干扰 GNS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干扰 以及无线电盖台等 这些技术的应用将为台湾在国际防务舞台上 树立新的标杆 军事媒体防务新闻进一部报道指出 过去一年内 台湾的防空识别区频繁遭到其他无人机的侵扰 预计未来两年内 无人机执行飞行任务的频率将会大幅增加 并可能伴随有人驾驶的飞机一同行动 面对这一挑战 台湾的官员坦言 台湾的无人机能力尚待进一步发展 为了缩小这一差距 台北方面决定建立两个世界级的无人机计划 分别专注于攻击和防御 在无人机队项目的推动下 台湾制造的多种军用无人机 正在被积极研发和生产 已有9家民间企业积极参与其中 共同推动台湾军事技术的蓬勃发展 在无人机防御技术的领域中 台湾创未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rung Future 作为无人机防御队的核心力量 专注于对抗无人机系统的技术创新 今年2月 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举办的 IDEF武器展上 该公司展现出了勃勃雄心 公布了将在2023年 生产100套反无人机雷达系统的 宏伟目标 据公司高层透露 除了他们自身外 另有三家私营公司 一获得资格成为Trung Future的合作伙伴 共同为无人机防御队 提供雷达干扰器 感测器等关键设备 并负责系统集成的重任 据路透社最新报道 台湾计划在2024年6月之前 集结约3200架不同型号的军用无人机 形成强大的空中力量 Transfusion执行长王玉军表示 台湾正致力于在未来两年内 构建全球范围内 最全面的无人机防御体系 覆盖所有关键的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 他强调 这是一场技术竞赛 我们必须持续进步 不断提升 在软杀反制措施的基础上 台湾还计划今年开始部署 并同步研发 名为自主群集的硬杀反制措施 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无人机威胁 在军事领域的重要里程碑中 台湾的腾鱼无人机项目 尤为引人注目 展望未来 台湾计划结合本土的材料产业优势 特别是石墨烯等烯型材料 来推动逆踪无人机的技术革新 这些无人机将极大提高战场存活率 为任务执行 带来更高的灵活性和效率 腾鱼二型无人机 作为大型无人机的一员 以其长时间制空能力 和深入敌后的侦察反制能力而著称 其外观尺寸与动力系统 类似于美制NQ-9死神无人机 但配备的TP-331发动机更为先进 使其载荷能力超过1500公斤 这款无人机不仅能胜任侦察任务 还能提供有效的反击火力 极大增强了台湾在非对称作战中的优势 这些跨越性的发展和计划 使台湾在军事技术的世界舞台上 展露头角 为自身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国际形象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 台湾的这些努力 不仅是对台湾安全的坚定守护 也是对全球军事平衡的重要贡献 此外 台湾科学研究院 为陆军研发的瑞渊无人机 已成为现代战场上的璀璨明星 这款无人机 不仅限于传统的日夜侦察 和战场监控任务 更在灾难发生时 发挥着空中通信中继 和灾害评估的关键作用 瑞渊无人机系统 如同一个精密的交响乐团 由起降操控站 地面导航控制站 便携式图像接收器 情报传输系统 飞行模拟器 战术运输车 以及四架无人飞行载具组成 其中 瑞渊无人机的地面控制站 作为整个系统的核心 分为起降操控站 和任务导航控制站 两大关键部分 起降操控站精准指挥 无人机的起飞和降落 而任务导航控制站 则负责整个飞行计划的制定与执行 或者内部 宛入一个高科技的指挥中心 拥有导航控制台 情报传输控制台 和载荷控制台 分别承担规划航项 信息收发 以及基载设备 控制等重要职责 瑞渊无人机系统的通讯 和信息处理设备设计精细 根据任务需求灵活配置 对于短程任务 导航控制站 配备有全面的通信和信息处理设备 确保能够覆盖广泛的通信波段 实现高效的信息传输和处理 而对于长程任务 导航控制站 则通常部署在高山雷达站上 通过共享设备的方式 有效节约空间 确保任务执行的高效性和可靠性 为了增强整个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瑞渊无人机和控制站 都采用了双重保障的数据链通信系统 并融入了先进的跳频扩频技术 这一技术的应用 使得无人机在复杂电磁环境下 依然能够保持稳定的通信连接 确保任务执行的顺利进行 台湾科学研究院 在无人机存储和运输方面 也下足了功夫 他们设计了一款 古特的镀星钢机轨 巧妙地运用了内部滑轨和卡槽系统 使得无人机的各个部件 能够快速组装和存放 同时机轨底部配备了滚轮 顶部设有吊挂点 方便装载到运输车上 大大提高了无人机的机动性和部署效率 此外 机轨还具备防水和隔热功能 为无人机提供了更加安全可靠的存储环境 在现代防卫作战中 瑞源无人机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 它能够在大气层内 扮演类似于卫星的角色 为台湾提供C5S2系统的支持 以及实现通信情报指挥 控制通信与计算的集成 这使得瑞源无人机能够胜任战场管理 目标获取和定位等多样化任务 为台湾的安全防务提供了有力支持 台湾科学研究院 在整合天界异形空对空导弹方面的成就 也值得一提 这一技术突破 标志着台湾在实时数据链能力方面 取得的领先地位 无人机能够远程接收地面站的信息 并在空中进行实时数据传输 大大提升了作战效能和响应速度 展望未来 无人机市场预计将持续增长 5年内有望达到261亿美元的规模 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2% 台湾在电子 光电和射频科技等 核心技术领域的墙下 将为无人机产业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通过科学研究院和台湾的紧密协作 无人机技术的发展将不仅是一场技术竞赛的胜利 更是台湾安全和防务能力的一次重大提升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 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